郭董我想要看第二个 第二样是我们智能家庭 这个厉害 我用了大概十年 我们家里面你看不管看电视观赏 或者是视讯会议 视讯会议 对对对都有 我在家里视讯会议可以 全世界所有的工厂可以开视讯会议 然后我们对灯光的控制 对窗帘 你看灯光所有的灯光的控制 所以窗帘自动窗帘打开空调 空调 对温度 那么这个所有的家里面的这个更衣间 所有的卧室所有的每个房间 小孩子房 我们都可以随着控制它的这个 灯光啊 灯冷气啊 对对对 要帮我住管家 客满了 抱歉 客满了 你这一楼你看到130坪就两个管家 你来就第三个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最后我们在收集这些东西呢 就是智能家庭 这里面有很多的大数据 就为什么讲大数据 就是说 小的说今天呢 我们应该开多少温度 人不在家 温度就要降下来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现在在讲节能减排 我们从家里就先做起 节能减排 不在家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人这个 那个房间的空调就关掉了 对 所以我想这些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方便 而且是透过一个平板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不过我还是想看看平板 哦 一样是Apple的 对 一样是Apple的 不会拿别的 但是关键是 这是物联网的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 你要在家里每一个开关里 要装很多的sensor 对 这是物联网的基础 对 所以家庭物联网 这样也是很大一个成长的趋势 没错 那再加上你是做内容产业 现在在家庭物联网里面 跟内容产业 你怎么推荐 我随手一挥 就可以把内容就整合进来 有 所以推荐到 比如说你看个球赛 你家里有几台电视 所以你看了如果你想上厕所 对 就这电视机跟着 你可以到厕所去 就投到厕所 对在厕所去 对在厕所去 对你在洗澡 那你就不会漏掉 对 不会漏掉 要及时的这个现场直播的 对 那种感觉 对